前两天有点不舒服 手发声音不太好 我很害怕中了COVID 因为原来也很厉害 查询了 没事 所以放心 但是肌肉酸痛 有头痛性 张生说你一定要去看 去看张生 现在的试试是很全面的 我们说如果没有事 就是一线人 A一路线就是甲型流感 B就是月型流感 C就是COVID 如果中了就有四条线 我也有点担心 因为我昨天说到 千万不要在街坊 做了之后 看看你猜几条线 一条线 一条线 就是正常 没有流感 原来是没有中度 不过是有精准 但是我昨天说到的 我发现一上港台 就百病俱全 很精神 说的时候 不知道你能不能说 神力恩典很够 不过下午不知怎样 回来睡大觉 应该没事的 今天跟大家说 你们是世上的严一节 隐藏的力量 马太福音是在灯山补分里面 其中一句 严 耶稣没有说你们做世上严 学做世上严 你们是世上严 为什么是世上严呢 他不是说你去学做严 学做光 不是 你们是世上严 是世上严 本质 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女 当你成为基督的门徒 你就有这个本质 因为你有这个身份 你就会自然有 你不用学 你不需要严怎样做 不需要的 这个本质的身份就是 叫你能够有严的特质 身份是会塑造你的人性本质 你说我不是的 我很软弱的 我不行的 有很多东西去学 不是 我常举这个例子 我是一个母亲一个妈妈 她本来小时候很怕狗 一见到狗就害怕 脚震 会走人 但当她有了母亲的身份 她做了人妈妈 她带着女儿 她再见到狗的时候 她会怎样做 她很害怕 扔了女儿给狗自己走人 那不会 她很有勇气 保护女儿身份 妈妈身份 就塑造了原来软弱的 以前很害怕狗的事情 她突然很有能力 保护女儿 拿着棍子 把狗赶走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你做的妈妈 是不是这样 你不会走人 因为这个身份 就叫你 不知哪里来 你不用学 你不用说 妈妈 我记得狗是什么 我应该不需要走 不用问 自然而来 所以耶稣说 你们事实上嫌 当我们成为主的门徒 我们就有这个身份 我们很自然 就有嫌的本质了 上周黄泉道说了一篇《道》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 她去英国回来的时候 买了一堆东西 很匆忙 那人就计少了 计少了 一般人就说 没有死了 发弹了 但她说不是 心中不平安 因为她觉得 虽然那时候给不了钱 她都要写信 跟她说 但是她说 我收多了 你收少了钱 要让她知道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门徒 有这个本质 不用学的 在里面出来的 就因为 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 上帝和异律 这个门徒 我们就很自然 就有这个东西 所以耶稣说 你们识 这个本质 是随着身份 神赴于我们 所以当我们 作为基督徒 作为上帝和异律 我们就有以下的 五个特质 第一个 而不是代表了纯结 纯结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过 这个纯结就是 心中清心的人 记得吗 清心的人有福了 这个纯结是代表了 我们对上帝那种的无杂念 或者我说清楚一点 首先 罗马人觉得 盐是最干净的 就是最纯正的 因为它是太阳和水 最纯结的 耶稣其实就是用通事人 所明白的 当我们去追寻上帝的时候 我们心无杂念 我们不会想有什么好处 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我做耶稣的子女有什么好处 我们没有 我们纯粹就是 今天我常在主要门徒 我今天相信主 所有的好处在主里面 心无杂念 来到敬拜 不是因为人 不是因为我太太 不是因为我爸爸妈妈 不是因为社会需要 不是因为我工作 在教教校读书 所以我要回教会 不是 是完全心无杂念 没有任何东西去敬拜 我们就去聆听神的声音 所以这个盐的本质就是 当我们在主要门徒 我们不会再想其他东西 我们就专心追求主 防腐 而不是防腐 防腐就是我们明白到 可以保存肉 腊肉 腊肠等等 希腊文就说 而不是可以将死的肉复活 就是保存鲜味 这个防腐就是做基督徒 在这个世代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但基督徒只是想一样 就是 今天我成为主的门徒 我就不要让外面那些不好的东西污染 我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举过 以前我说过 在中国大陆里面有一个中层的领导 他在公司里面做事 经常就是拿公司的好处 习惯了 而且公司很大 又没有人来 但他相信耶稣之后 他觉得不好的 他的行为不好的 就是拿公司的东西 无论是公司有些东西 有些资账或者好处拿回来 偷一些时间 等等 他觉得他的基督徒 不可以这么做 他坚持自己的原则 没有人真真想 也没有人在旁边骂他 你不做就不做 直到有一次机会 一个上司就和他说 就发现他有些不同 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没有 他是因为他只是因为基督徒的缘故 所以他就不做 损害公司的利益 是这么简单 他不是要升职 那老板就问 他什么叫基督徒 为什么信耶稣会这样 他就有些机会向他传福音 带领走老板信主 今天我们在出品做事 都是防腐 我们未必改变到其他人 但起码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 敬虔到日 坚持一些原则 调味 而不可以调味 就是使得更丰富 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是可以更丰富的 我们不要让人觉得 基督徒索言无味 说话又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 他有一个好伟大神浪家巴达 他每朝五点起床读圣经 跟着六点读报纸 都要问他 你花太多时间读圣经 读圣经一定要读 读报纸就是为了认识社会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 知道明白我们周围的事情 我回到来 我都很喜欢看一份的周刊 叫《亚洲周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亚洲周刊》 它里面有很多资讯 看那些资讯 你就会看到香港的情况 最近我看到那篇评论 你可以看一下今期 就叫香港式的腐败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很有道理 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 譬如 他说很多事情不肯变 政府不肯变 结果这些事情浪费了 时间之类 不过我想说一个现实 其实我们大家要留意 去关心社会 其实在变 但政府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变 就是他不懂变的时候 就拖累了很多事情 这份周刊 让我们认识社会有很多事情 让我们明白周围的事情 又明白到人与人之间 那我们看书 或者我们明白社会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了解 前几天大雨 其实有很多人很辛苦 香港政府很多的人 是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很安全 在家里面 当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欣赏他们 其实一个社会 是有很多不同的事情组成 没有说完全一边是这样 一边是这样 其实整个社会 都是有不同的人 很努力来组成 我们不要言语无味 我们明白社会 明白大家的需要 在我们彼此的勉励当中 向前看 所以调味就是 有和谐的仪式 和谐是什么呢 和谐就是准夺点 比较平常心点 去看事情 这个严重一样是什么呢 就是坚定的药 就是和上帝一个坚定的药 在那个献祭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在旧药 讲到献数祭的时候 是要加些盐 使得数祭更丰富 这个严的严药 也在旧事里面所讲 祭指 我们与神的药 是很坚定不严的 好了 接着我们说 隐藏的力量 我们实际上的严 严是隐藏的 光是彰显的 隐藏的力量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这段经文 刚才我读的那段经文 他说你们要小心 不要将善事肯在人面前 被人见到 施舍不要在人面前吹号 但第三节 他说你施舍的时候 不如叫左手之后右手所做 叫你施舍的事在暗中 施舍必然不得 这一节圣经很重要 我们再看这段 当我们说隐藏的力量 耶稣说 你不要将你所做的事 被人见到 要隐藏他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向谁隐藏 经文开始的时候 就向其他人隐藏 就是不要吹号 不要让人知道 那这个呢 在中文的古字 陰功就是这样的意思 陰功就是后来 这个字已经变成了 原文的意思就是 暗中的功行 很好的 陰功就是 暗中所做的功德 这个功德是会帮助你的 就是不为人所知的善行 但是耶稣所说的忍证力量 和陰功 就是中国人古代有不同 陰功就是 因为我不让人知道 我暗中帮助人 去继功德 继功德是为我自己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不让人知道 我继了很多功德 但是功德在我的帐篷里面 就成为了他将来 就是上天报答也好 或者有亿子女也好 是去累积功德 暗中累积功德 但耶稣所说的隐藏力量 就不是向人隐藏 刚才说的 不要吹号在人面前 这个就不要向人隐藏 但是 我读不着 左手不让右手知道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不是单单 不是单单在人面前隐藏 是向自己隐藏 向自己隐藏 我向人隐藏 大家都做到的 就算中国古代 都是这样的教导 但是耶稣说 不是单单向人隐藏 是向自己隐藏 就是说你做了你都不记得 你做了你都不知道 就是你做了你不会记下他 你帮助人 你不会记得 这个就是最高的境界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神已经将最好给我们 我领受神很多的恩典 神救赏我们 有永生给我们 耶稣基督圣灵要你同在 当我们在神 莫得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 我现在去帮助了一些人 是完全不算什么 所以我做了 我都不记得 向自己隐藏 自己不会将这些东西 用一本帐篷 去记下给自己看 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东西 当一个人一路去记下的时候 他就会越来越骄傲 会觉得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 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超现 耶稣说 我连这一样东西你都不要 我们要的是这一样 我们是门徒 是神移类身份 所以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 当我们是这样来去 在彰显神给我们那种力量的时候 这个就是真正的隐藏的力量 连你自己都不记得 自己都不算有什么 刚才我们提到 成为主要门徒 我们有这个本质 我们很自然会发挥出来 但我们不会将它记录 记功 接下来我们这个生命 即在门徒的生命 它是需要成长的 正如一个母亲 它有自己母亲的身份 但是母亲的身份 是需要提升的 为何更好的保护儿女 更好尽的责任 更好做好一个愿命 所以就是一个开始 一个生命的开始 但它是要继续成长 所以隐藏的力量 在一个隐藏的地方 为我们发挥的力量出来 就是自圣所 我们先看在旧约的祭司 这个字 本来就是讲一个 讲真理者 和华语有关 不过奇怪的是 华语这个字 它的字根就是内庭 内庭就是隐密处 巴这个字就是隐密处 华语到哪里来呢 隐密处 就是旧约所讲的自圣所 如果我们看这个图 我们要看到 圣殿在外面有祭坛 洗作盘 金灯台等等 中间 到最后 最左手 约柜就是自圣所 原来祭司要进入自圣所里面 在最隐密的地方 神就跟他讲话 他领受了这些说话之后 他就出来向人宣讲 如果他不进入自圣所 他不在隐密处 去领受神的说话 他出到外面 他没有东西 他就说自己说话 一个有力的祭司 他之所以能够有能力 而在隐藏的地方 就是隐密处的地方 去领受神的说话 而我们今天领受了神给我们的身份 秉述这个生命 这个身份 这个身份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让我们的生命去成长 让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继续的更丰富 继续的壮大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隐密处 这个自圣所 这个自圣所 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 你自圣所在哪里 在哪里领受神的话语 有些人在祖上 就在你的书房里面 或者在你的房间里面 你和神的交往在里面 领受神的说话 你得了能力 所以在你工作上 这个话语 就发挥他的能力出来 帮助你 有些人未必早上可以 夜晚 甚至在他的工作时间 我记得 我们教会一个老师 在附近教书 他跟我说 他最好的时间 就是午饭的时候 他出来河边走 那里有些树荫 就是旁边有些地方坐 他大概有二十分钟 二十多分钟 是一个最安静的 《默想》 《六圣经》 《领受神话语》 这个就是他的隐密处 隐密处 隐密处不一定要闭在一间黑房 就是他最安静 能够和神相遇的地方 那个就是他的至性所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至性所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一个神话语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的生活 能够应付很多外面的事情 是需要神的话语帮助我们 至性所就是我们信徒隐藏的能力 在天国的事工上面 都需要一些隐藏的力量 这些隐藏的力量是人看不到的 不过在天国上面 有一条这样的律则 这个律则在大卫那里开始 这个故事开始说 大卫当时他逃避 塑罗的追杀 他就在外面流亡 有些人追随大卫 可能他们都遇到很多困难 可能他们都很失意 这些不是军人 是寻常百姓家 大概有600个人追随大卫 在外面流浪 在外面找地方去躲避 被塑罗的追杀 那600个人和大卫 和家眷和财物 他们就去了一个叫 史格拉的地方 在那里避难 怎样有一次 阿玛利人去洗劫了他们住的城市 当时大卫和这些六百姓的人 不在里面 在外面 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 就发现他们的子女 老婆、儿女和财物 都被阿玛利人全部俘虏了 当时他们很伤心 大卫就祈祷了 他问上帝 凭我们的能力 能不能够抢回来呢? 上帝说 行 有我同在 你去吧 大卫就追随他的六百姓 说上帝答应 给我们的能力 可以抢回来 于是大卫和这六百姓的人 就去索多玛人的刑寨 但去的途中 走很远路 去到的地方 就被疏溪 有二百姓的人就说 大卫我不行了 我们很累了 我们是老弱残兵 小孩又痛 腰骨又痛 怎么去呢? 这群老弱残兵就说 不去 但是不要紧 能够去的就去 去不到就留在这里 看着一些东西 为我们祈祷 结果有两百人就留在这里 大约四百人 已经不是很多人了 四百人 但靠着神的能力 他们得胜 他们抢回所有东西 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财物 还有一大堆的战利品 一大堆的战利品 回来的时候 就回到彼所契 回到彼所契的时候 有一群人就说 这群人都没有跟我一起出去打仗 他们凭什么 我们只给他们的妻子儿女 家里和他们的财物 那些战利品他们没有份 有公道 外面的人都是这样 你没有打仗 但是天国不是这样 因为他们在后方 他们为我们祈祷 他们为我们看这个财物 他们其实是在参与的 因此他就定了一条例 就是二十四节 他说 这事肯依从你们 上阵的得多少 看守器命的也得多少 应该大家评分 25节大卫定指为以色列的 律例典章 从哪日直到今天 原来天国不同 外面 外面是看你有多少能力 看你有多少学问 看你的证书有多少个A 你做多少就给多少 在天国不是 天国是看你每个人参与 你的心是怎么样 上阵得多少 看守器具也得多少 上阵的很明显的去打仗 看守的隐藏的 这帮隐藏的 人们看不到 神体道 在教会事工上面 一样 在天国事工一样 有很多很明显的出来 侍奉 但有多在背后去预备 很多的弟兄姊妹是默默摆上的 在背后默默支持 一句的问候 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他一个关怀 当我们有一个大的活动 我们可能只见到几个很忙碌的人 但有一些默默的背后 几日的准备 一个探访 一个事工 有些说我做不到 我最近带了小组 很多是病的 软弱的 好像什么都做不到 不过 他们对教会中心 他们的爱心 他们的土部 上去听到的 所以那种参与 那种参与 除了是看得到的 还有看不到的 神需要什么呢 就是需要我们的参与 对于事工 不在乎 你站出来 或是不站出来 在乎 你真心爱这个教会 真心爱这个事工 你真心希望做得好 我经常说 拜领师的 就是今天没有了 背后付出很多 因为他晚上 就是星期四、星期五晚 就已经领师 即是有很多事情 背后做了 是不知道的 这个教会是需要 很多隐藏的力量 而这个隐藏的力量 就是从我们对神的爱心 所发出来 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 就是伊雷纳 深德纳 一个德国人 我们知道二次大战 当时德国对于犹太人有很多歧视性 伊雷纳 伊雷纳 他本身是亚利安人 即是他是德国人 但他在读书 其实他家经不过 他父亲在七岁已经死了 他父亲是医生 但后来他追随他父亲的职业 他是做护士 又是做医护 就是这样 但在他读书的时候 他一直不明白一件事 当时他七岁到九岁 他把犹太人被歧视 不能够坐在一起 他自己是亚利安人 所以他高级很多 这个与他的信仰不同 他的殖民 他说上帝所创造的 是平等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这些犹太宗人 即是歧视他们 他小时候当然他找不到答案 但他心里面 他一直觉得 要为这些犹太宗人 要做些事情 不让他们受这些歧视 那可以做什么呢 那时候他也没什么做 不过这件事在心里面 他觉得他作为亚利安人 是规护了他们 他是纯总的德国人 规护了他们 他心中不平安 他觉得上帝不是这样 直到他出来做事的时候 刚刚就意识了大战 他就是做护士 他负责那些传染病 他知道 如果那些犹太人犹太人 追随父母一起 到最后会入集中营 到最后会死去 于是他用了白色方言 将犹太宗人 说他染了传染病 伤痕 或者染了那些斑痴 那些麻痴 将他们隔离出来 隔离出来 他们不需要跟随父母 然后将他们放在隔离区里面 他做了资料 然后将这群小孩 运出 由外面的人领养 运出他们 这些资料 然后他就收起了 他父母和家庭 都收起了 放在隔离区的苹果树下 一个箱 收起了 他总共救了2500个小孩 这2500个小孩 没有去到集中营 后来纳粹就知道了 要他把资料交出来 他一直都不肯 他不肯 后来他的脚都被打断 甚至判了死刑 不过后来的波兰军就救了他 救完之后 到二战结束 他就挖回那2500个审婚者的资料 使得他和他们的父母 即父母还不再生 就联系一家团聚 以及帮助他们 重建他们的家庭 1979年就接见他 2005年就得到纳粹和平像 那些人说 你很伟大 他说不是 他说我一点也不伟大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其实所做的事 没有什么值得称赞 他说我受到良心的谴责 他说我应该可以救更多人 他意思是 其实他的心就是耶稣的心 他说如果耶稣在当时见到 是可以救更多 但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他只是给这个的良心 一直催促他 所以其实不是我做的 是基督在里面做的 他是因为他很体验到 耶稣基督很伤心 很难过 他只是尽他自己的本分去做 所以是不能称赞 如果要称赞 就是称赞基督的心 刚才我所说的隐藏的力量 连我做了事都忘记 就是因为我们所做的 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因为基督的心的缘故 在祈祷那里 他是祈祷 不要像假无为善的人 这个就和刚才所说的一样 金色也一样 我想再说一件事 就是 马丁路德曾经提出了 一个叫十字架的神学 和荣誉神学 十字架神学是一个隐藏的神学 而当时流行的是一个荣誉神学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到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是一个完全无能者 耶稣登十字架还有什么能力呢 都死了 但正正耶稣基督十字架 那种的无助 就隐藏了最大的能力 就是一个无比的救赎能力 很多的隐藏 人家看来失败 但原来是成功的 我就举个例子 这个就是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 但其实也不是说出名得那么厉害 找了很多资料才找到 叫库能人 这个宣教士 这个宣教士是苏格兰人 在英国卫里工会那里成长 至少就很想帮大德生去中国传道 但是呢 他在去的时候 当时呢 就 就 猜会不太接受他 就认为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条件 不太好 那么他 他就申请 他就说我不去城市 我想去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他就说我要效佛大德生 拜大德生说要去没有人传道的地方 于是他就去哪里 去云南 去云南的时候 当时警察会也不赞成 就说你去这地方干什么呢 他就在云南的地方 就在一个腾冲 云南一个城市的腾冲 就学当地语言 又上传福音 但都做得不好 都不成功 直到就有一次 他在腾冲的地方就遇到一个人 那个人呢 就穿了衣服很奇怪的 就是五颜六色的 律书族 那他呢 就 想和我聊天 但是他 聊不到 因为他的语言不同 那他就问人 他说这个是什么人 那我说这些是野人 就是野人 山上野人 那他说 有没有人去帮他们呢 他是野人 怎么会帮他们呢 你知不知道以前 律书族的律字 不是站在那边 是狗爪边 狗爪边 因为中国人 将那些少数民族 是当做畜生的 所谓狗爪边 律书族是狗爪边 不如现在改了 现在不会这么说 他是野人 这些不是人 他说不行 他说他是人 上帝所创造 于是他就自己上去 学他们的语言 这个就是他们家乡 很偏僻的 在老江 很偏僻 学他们的语言 他发现这些人 他们说的话是没有文字 于是他就用他们的语言 拼音 做他们的文字 到了今天 直到今天 他们的交通工具是这样的 你敢敢上去 我一次探访他们 他叫我上去 要收我三万元人民币 我说你给三万元我差不多 我说跌了下去 跌了下去 就冲走 更加厉害的成文 在今天仍在用这些 这几篇辟 今天旅行团都去不了 当时我探访他们的时候 就是这样 他们的同工 到现在仍然说律述话 我说回刚才 傅能人 他在那里 他为他们摆上了一生 因为他知道 要传福音一定要有文字 于是他学了语言之后 将语言创造了文字 翻译了圣经 结果律述族就有了文字 而这个文字就是圣经文字 律述族里面 所有的族人 你猜有多少人信了耶稣 百分之九十六 全部信耶稣 直到今天为止 九成以上的都是基督徒 他们是很追求的 但是他们是没有办法 他们有汉语 但是他们的汉语 不是汉语得那么厉害的 所以他们仍然都要用 律述族的话 这就是他们的经文 这个经文就成为他们的语言 他们说的就是圣经 用的就是圣经 所以这个族人是很敬虔的 那么父能人在那里 直到他五十几岁 没有走过 一直留在那里 没有人知道 当时是没有人知道的 他一直在那里 直到五十几岁一次 他就被拔口 就患了脑炎 过了身 很年轻 后来警察才知道 运回他走 就感动了加拿大另外一对宣教士 去继承工作 才知道原来他已经翻译了圣经 从此以后 律述族 就是与基督教是不可分 因为他们的语言就是圣经 到了49年解放之后 中国大学政府就说 我为你创造语言 不要再用圣经语言了 因为你说了耶稣 说了耶稣 说了耶稣 于是 北京民族大学 就为他创造了他的语言 但结果 民族大学的语言 没有人用 他说我们这么多代 我们都是用圣经语言 他们的新的语言 我们用不惯 直到今天为止 教会经历了很多战争 很困难 但是很繁衣 他们很穷 不过 你会发现 他们基本上 我村里面都全部基督徒 直到今天 社会主义的中国下面 竟然间 全部都基督徒 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圣经 已经 结合不解之远 在那次的交流会里面 我实在很感动 我没有什么帮到他们 但他们很激励我 因为虽然他们很穷 很困难 很偏僻 旅行团去不了的 不会有旅游生意做的 不过 他们在这么偏僻里面 他们很坚守神的道 在中国一个很荒凉 很荒凉的怨分里面 他们影响周围的族 除了其他律书族之外 除了其他族 除了其他族 这个人真的可以做多少呢 就是他默默无言地 去创造他们的文字 这个就改变了成族人 改变了一个整个 云南的西南片 今天教会都需要很多隐藏的人 我们做多少 不要紧 上帝会为我们继续 只要我们肯去做 爱护教会 爱护周围的人 默默无言地 为教会祷告 为社区祷告 为香港祷告 默默无言地 在教会里面 一句的问候 一句的爱心的行动 已经很足够 求主祝福我们 我们和心气立 一起祈祷 亲自我们知道 主祢自己给我们是有最好的 就是我们的救赎 就是我们的儿女 当我们拥有这个身份受 属于很多事情都改变 我们看的事情改变 做的事情 与以前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属于祢 是祢的儿女 求祢帮助我们 将我们残留的那些不好的东西 除去 让我们生命成长 更爱主 祝福众顶姐妹 我们是默默的你的献上 去服侍你 叫教会得兴望 领姐妹得造就 求祢改变我们每一个人 从向自己看 成为向主看 祢与我们同在 祈祷奉主命求 诚心所愿